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赫老师就讲了 蔡英文是台大法力系毕业的 他的宪法根本就不及格 难得赫老师现在开始每天都要给我们十几二十分钟来讲述宪法目前在台湾完全被蔡英文扭期的事实 那今天是第一堂课 我们请正义女神 赫德芬 赫老师来跟观众请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 曾博士请不要给我戴这么多高帽子哦 我是赫德芬 今天很感谢曾博士能给我这么个机会 有这么一个平台来开手宪法的小故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宪法的故事 我首先呢 我还是要先说明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一些源头 曾博士在四月的时候 他就规划要有个街头的论坛 那刚好碰到了我们的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 叫什么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所以大家都保命为第一要紧 我们很愿意配合政府的所有的这些防御的措施 所以我们一直讨论了之后 就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延宕到疫情完全稳定了之后 我们大家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所以一直延到现在疫情应该算是非常稳定了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台湾人民的水准 然后能够自动自发的为了保护自己的这块土地 跟自己的生命配合得非常的好 甚至比政府还要有这个先前的措施 因为比如说政府叫我们不要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自然是很主动的要去争取戴口罩 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这个努力跟他们的水准 我真是非常的赞叹 非常感佩 先要在这里先道谢他们 才能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和平临近的一个社会环境 让我们能够讨论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那各位应该有印象 我在去年8月29号去公布了林环强教授 这个非常用心 非常严谨的一个蔡英文论文们的报告以后 我们当然受到各方的非常多的好好坏坏的评论是非常的多的 那我最希望的是这样的事情能够非常简单的 就是由蔡英文她拿出她的真实的论文或者证书 或者是说到司法 由司法去做一个调查到去真是假 所以当时我曾经说过 希望能够司法解决 这司法解决是说蔡英文她自己要面对司法 她要接受调查 她要接受我们的司法机关 把这个事情来做澄清 她要提供所有的证据 结果我们没有想到她竟然是来控告我 林环强 还有彭文正 这个是完全违背了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的宪政 保障人民严门自由跟民主法制能够顺利运行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当然他很舆论大话了 这个事对于宪法是非常的不尊重 甚至可能要摧毁我们这三十年来努力建制的一个民主法制的一个制度 可是我考虑了很久 那很感谢 彭文正他能够查另外一条图禁 比如说是提取各种的诉讼 包括明知诉讼 确认之诉 不过他的对象只能控告 那些执行蔡英文的意志的行政人员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考虑地下 我曾经在9月11号的时候 在脸书上发表了一篇 我自己的态度的声明 当时我大概分为五点来做陈述 第一个不管蔡英文她有没有上过我的课 是不是我的直属的学生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台大法律系先后的学长学妹 也有些间接的师生的关系 所以这个师生之间 如果为了宪政理论 应该是在学术的殿堂上 作为一个理论的辩论 尤其是贵为总统的人 他必须要倾听很多的民意 反省他自己的政策 甚至这么一个简单的 是或不是的一个证书 是他自己藏在他的 私藏的箱子里面的事情 他只要能够很清楚地 能够澄清的话 事情就解决了 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 去对驳公堂 我一个做老师的人 实在是不能够对学生做这样的事 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当时决定 我不应该在司法程序上 来跟他来面对面的来作为攻防 第二个我也知道 最近我们大家 这么多年来 大家对于司法的威信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满 然后在整个的司法的改革上面 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那当然我们说司法的确是问题很多 可是每次在一个选举 或者是一个政治议题上面 司法他都不能够基于 他一个完全客观公正 维持社会正义这个立场 都要被行政去扭取 所以越多的政治 有政治倾向的案件 对司法其实是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作为一个法律系的老师 我觉得在司法界 我自己看到我的年轻的学生 一代一代的进入实务界 他们在学生的时代 不但是优秀 而且都很富有理想性 为什么到了那个大染缸里面 会受到社会上这么多的指南 其实我觉得是很多政治人物 必须要付出更大的责任 要付起更大的责任 所以这件事情 在我认为是一个很简单的 真伪的问题 在蔡英文她把她放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如果政治事件我一向最反对 司法变成政治人物的遮羞部 动不动就说 我们去司法解决 我去告你 告你就表示你清白了吗 未必啊 所以可是这样给司法 非常大的一个为难 而且浪费司法资源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 我不希望在司法里面 我跟她增添了更多的负面的一些效应 第三个我觉得是最现实的 因为蔡英文是现任的总统 依照宪法的保障 她除了内乱外患以外 她有刑事豁免权 所以这个案件可能到了司法的单位 她根本就不受了 她用这个理由她就积压在那边 如果她愿意受理 恐怕要等到她竞选又连任了 必须等到她完全卸任以后才能处理 那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那这个对她 这在同理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的前途四年 其实上是没有什么积极的效益 所以明知道是司法他可能不会受理这个案件 受理了他也不会立即审理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走这么不现实的一个路线 去纠缠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在里面 这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在当时提出对她诬告 或者是其他各种牵涉到伪造文书啦 诈欺啦 这种种因为她有豁免权 即使我去到司法院去挂了一个案子 也不会有效果 所以我想我的生命很有限 我也不愿意浪费在这个上面 这是我当时没有提告的原因 第四个原因 我认为这件事情 它已经超出这个法律可以审理的层次 它已经属于宪法上对言论自由 对民主法治的一个维系 能不能够继续走民主的路线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因为蔡英文女士 我等一下会说明我从此以后不再称蔡英文总统 我只能说我跟她平一平坐 她是一个蔡英文女士 她事实上是取解了这个民主政治 而滥用她的权力来让台湾的鼓励奋斗到今天的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 都退后了不是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如果我们去崇拜美国或者欧洲西方的他们民主的发展的话 可能要倒退到两三百年以前用言论来钳制文人 来钳制人民对执政的监督 这完全违反民主政治 我这是如果要打官司的话 我要打宪法官司 我不想要打这种什么诈欺啊 什么伪造文书啊 这太小case了 一个总统打这样的一个case 真的整个国家都脸上无光 我作为台湾的国民我就觉得很丢脸 另外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原因 我们在伦敦的这个Women's Library里面 她的一本最后在2019年才送进去的那本黑皮书呢 上面是禁止人家这个copy 禁止人家拍照 禁止人家引用 这个都是完全违背著作权法的初衷的这么样的一个规定 堂堂的一个国家的总统连著作权法 这样保障文明的进步的一部法律 他是完全不了解他的争议 而公然的去违背 公然的当时的图书馆也说了 这是应作者的要求 作者希望我全部不要让人家看 这个他到底是为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是他心虚 他怕人家挑出他444个错 甚至是500多个错 或者是目录上就有70几个错 他很怕人家看 这个是违背学术的精神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培养那么多博士 为什么要鼓励他们写论文 就是希望他们在学术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 能够更精进 然后他尽快地把他的新的创建 他新的理论能够公布出来 让世人去学习 去启发他们的思想 我们常常是说 这个诸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看到的世界 眼界会比那个巨人还要多那么阴密密 整个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累积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著作权法最初衷的意思 就是鼓励你公开 鼓励人家来引用你的idea 引用你的创建 引用你的咬不起的思想 尤其是我自己做学术的 我知道如果人家能够用我的思想 所以我们在国歌会里面 什么ISO制度 都是希望人家多引用你的论文 这是一种学术的光荣 也是做学问的人的责任 我的东西就是要给人家用的 所以他完全违背这个 很巧的是 我在台大就是教宪法跟著作权法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学生 他对这两个最基本的有关民主 有关人权 有关文化的发展 有关人类文明的进展的这样的一些领域 他居然可以完全的无知跟唯利 所以要跟这种人打关系有意义吗 而且何文正很辛苦啊 他真是请家荡产 要维护这么样的正义 我现在非常的赶佩 如果没有曾苗红博士 没有彭文正 彭批 没有林环强 那这种案件呢 他恐怕还是跟我在6月7月8月 所受到的攻击所抹黑 有政治企图 永远都没有洗清冤枉的一个机会 所以还是感谢你们各位啊 能够这样继续不断努力 所以我就觉得我既然又不告 然后曾苗红啊彭批啊这么辛苦 我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宁可做老师的不好 没把学生教好 所以我愿意免费给他补课 当时我就说是不是你能够重修宪法或者著作宪法 那我当然是毫无条件的愿意做这件事 只是等到今天从去年的9月到现在已经是5月10号 武士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这个在我心里也是很难过的就是去年的武士 国民党把政治力量为了管仲敏 整个带进台大校园破坏校园机制 然后一连发展下来 搞致今天台大也沦陷了 然后蔡英文在这一堆事情里面 我真的看清楚了 他对于民主法治不只是无知 他是倒退走的 倒退走的 各位记得吗 在最后要发布这个管仲敏做台大校长的时候 他是说我有大声反对呀 各位有没有印象 记得吧 我有大声反对呀 我原来做总统只要大声反对 行政院长是你任命的 甚至大家都说行政院长是一个空投院长 实际上总统是把你的权力 凌驾在行政院长 架空了行政院长 所以部长大家都知道 叶俊荣是你蔡英文任命的 但你叶俊荣可以背叛你一一次做出将士 你毫无处置的办法 你甚至说你有大声反对 其实那次我第一次见识到 他对于法治是这么这样的无知 他自己的权限在哪里 到底是装傻了还是真的无知呢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回顾前面几段时期 比如说他在司法改革会议的时候 当有决议是不符合他意识的时候 表决已经通过了 他可以连续修改六次 一定要达到各位在场的人 举手同意他的提案 他的意见的时候才算通过 他是想那些开会人是什么人啊 可以容忍这样 幸亏他从来不会请我去开这种会 我想我一定是当场就是摔了桌子就离开了 哪有我已经进去投票通过的 你都不答应的 如果更早一点我们再说好了 他上任不久他就说 他要任命司法院长谢文定的时候 人家继续去检视说谢文定在这种戒严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巡伏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一个极权统治迫害人民的帮凶 一个执行者 结果对他的解释是说 在这个极权的时候 专制的时候 有谁是不顺从的 那时候我心想那就是你啊 因为你从来都是顺服的 所以你才可能今天当上了总统 那些不顺服的林玉雄啊 或者再更早一些了雷震啊 还有或者是英海光啊 这些大师们 就是因为不愿意顺从执政的霸凌 所以都有很悲惨的下场 只有顺服人 这个跟我们原来所追求的民主跟自由 是完全不一致的 所以这种种的事件我就发现 他其实不知道是不懂民主 还是说他故意要违背民主 要巩固自己的权力 然后他对于宪法的无知 当然我们做老师有责任 所以我才希望说能够给他补课 他既然到今天他也没有愿意 要来让我去上一门课 我只好借着曾博士的平台 来达成我当初许下的愿望 因为我说话要算话 对不对 就是我没有这么一个讲堂 所以还是要很感谢曾博士 给我这么一个讲堂 那我在这个讲堂里面呢 我想要请各位乡亲呢 我们先建立一个教室规则 建立一个教室规则 我刚刚说了 蔡英文以我过去对他这几年来的观察 他其实是对民主是无知的 他恐怕在上课的时候 所以他去搞什么经济 国际经济 因为那个都不需要有基本原则 那都是要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这样的 而没有说对民主的基本的概念 有所理解的 所以我的判断是他程度很低 程度很低 所以事实上我们也不能用 大学课堂上里面讲民主理论 讲各种的辩证 讲各种的判例 讲各国的宪法史 我想我必须要用一个小学生的程度 来上这门课 请各位乡亲原谅啊 你说怎么会讲得这么浅薄 我说这个课不是给台大学生 是给蔡英文上的 那我们要因财是教嘛 对不对 他既然这种程度 我们当然就不讲很深的 所以我们就来开始讲宪法的故事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是怎么立的 我们所追寻的这个理想性质 理念是什么 当然我很希望说这样的一个 我们对话 也可以让我们的一般的乡亲觉得有兴趣 然后可以让法律能够普及化 所以要用比较浅显 世俗一点 跟这个不要那么严肃 大家不要觉得很恐怖 上这么严肃的课 我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同时要请各位乡亲联络 我实在是联络率衰 我不敢承诺说固定的时间 或者是固定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随机应变 这博士常常跟我讲的 且打且走 对不对 走着瞧吧 那我们能够维持多久 就是维持多久 我们用自己尽力而为 有多少的体力 有多少的时间 有多少的能力 如果能因此教化参业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很卑微的一点贡献 那我自己个人对于蔡英文这几年来 加上最近大家对选票的质疑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些疑点 比如说是论文门的事件 经过各位的努力之后 我是这样给他 已经下了定音锤 他绝对不是真的 所以你身上穿的是假博士 真骗子 这句话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美博士 假的是真骗子 那在这个选票 到底有多少疑问 很多的政治 他不但不去出面澄清 反而对质疑的人 用现在的所谓的社会秩序维护法 对一个美国的公民 对一个华裔的杰森利 来用警察的这样的方式 我想这个都是我将来 希望能够我们有机会谈到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跟宪法 跟法律能够结合 也跟现实结合 那我自己内心呢 我觉得所谓的公民无无从 那今天在蔡英文没有把他的论文 透过非常正当的程序 他甚至把所有的东西都封锁了 甚至封锁 所以这件事情 我正在打行政诉讼的官司 希望行政院能够依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在这些事情没有解决之前呢 在我的心里 我是不承认他是我们台湾的总统 所以我自己决定 我决定不会再称蔡英文总统 我是不想要大家是不同意 我觉得这个人不配称为总统 他如果这些疑点都没有办法澄清的时候 对不起 他就是蔡英文女士 跟我一样 一个平民 一个老百姓而已 这应该属于精神上的公民不服从的一步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课堂前的《约法三章》 那各位当然非常的自由 因为我们的对象是蔡英文 是一个程度很低落 没有民主概念 只会顺从 然后各种的诈骗的手段 也是登峰造极 很少看到有国家领袖 可以面对这样的事情 可以面部改设 可以说谎说得这么自然 可以把自己虚幻的这种 这种夸张的地步 我认为他不配做我的总统 这是今天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告白 跟说明的 曾博士,你同意吗? 哎呀 乡亲啊 今天我们总算看到正义名神 贺德武老师 这一行之言 从现在开始 我们却战别总 我们每天 希望贺德武老师每天能够 不能每天 我们到时候 我们请贺老师 Do your best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能够尽量 把宪华的部分 让蔡英文好好学 也让我们全台湾人 能够做一个了解 那么贺老师 还有什么最后的结论 做个结论 结论 我真是 第一个是去实现我自己所说的话 言必有信 我每次跟曾博士讲 其实我真的不关心他个人的前途 他要不要再做四年 我真的关心是他对于民主体制的一个破坏 这个是长远的问题 就像防疫的时间 我们愿意去尊重政府的防疫的任何措施 这是要保障我们的生命权 可是生命权跟人权 它是合一的 绝对不是我要活我就一定要违宪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地方里去纠正一些观念 我们不是有主播说最讨厌听宪法了 对不起啊 民主国家就是要讲宪法 好不好 那所以我就说我们慢慢从这种的宪法的故事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宪法 更不排斥宪法 然后保护宪法是法律人最大的责任 来冬亲啊看到没有今天我们贺老师这个我们这个贺老师学堂开始开始了 那如果说对台湾目前的宪法的执行有什么有什么意见的话 那时候请乡亲上来留言 然后贺老师可以看了我们乡亲的留言 明天再做个准备再跟乡亲互动 这样贺老师可以吗 那我们今天先不要每天好不好 一个礼拜一次好不好 不要请 老师如果说精神这个心理上 你准备了 那你就跟我讲 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视频平台 我们就给他做下一个好吗 我觉得如果能够跟大家互动 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互相讨论 教学相长嘛 是不是但更希望蔡英文女士也能够参与了 课堂上的这个讨论 我们也希望了解她 她的政策也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跟我们来做一些说明 也许我真的很担心误解她了 那就很对不起她 所以我们还是就事论事 好 那贺老师来跟乡亲说再见了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